今天当地时间8点半 我们吃完早餐大概会在10点左右 所有的运动员都会出发去场馆 训练 你一天可以最多减过多少 5公斤 等会儿 5公斤 你怎么做到的 不吃不喝 然后加运动 那我可以做得到吗 女孩子体质跟男孩子体质 还是不一样 女孩一般降5公斤的 对 降5公斤已经从此 你一天最多降7公斤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 什么感受 可能就那时候想发牢骚 就是不想降了 明天想怎样怎样 但是过一会儿再想一样 还是要降的 反正你已经受罪了 是吧 然后还要再坚持这一会儿 就过去了 现在是我们当地时间的10点20 所有的运动员都已经来到 他们可以训练的地方 正在准备降金 已经在喊他们了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看 在经历了17个小时的奔波之后 我们的运动员们终于可以开始 他们赛前的第一次的训练了 我们看到之后 他们已经开始进入状态了 后续 后续才要呼吸啊 收小腿 收小腿 哦 看我前腿 啊 哎呀 哈哈哈 哈哈哈 千别儿啊 1 2 1 2 很好很好 怎么样 要不收个女弟子吧 有潛力啊 还有一个这个 摆拳是吧 摆拳是吧 刚刚跟我们的教练只堆练不到10分钟 我就已经气喘吁吁了 而这一次对我们的运动员来说 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就是降重 他们需要在比赛前的2到3周就要开始降重 以减少4到5公斤 而距离比赛不到3天的时间 他们又需要减到3公斤 那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自己 希望能够好的成绩 面对异国比赛的重重考验 中国勇士们旁不屈服 今晚他们是否做好准备 在欧洲拳台点燃胜利之火 中国勇士为荣耀而战 即将播出73公斤级 胡亚飞对阵几米威埃诺特 双翔炮胡亚飞擅长后手重拳 双肥腿 即战术全面 作为国内70公斤级 滞柔可热的选手 此次升级别 打73公斤级的比赛 对他无疑是一种挑战 面对身高体重 都有巨大优势的对手 他能否拿下这场比赛 让我们共同期待 勇士的崛起 精彩继续 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我的选择景田纯净水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世界职业搏击黄金联赛 勇士的崛起 感谢红星尔克 特约赞助播出 感谢科技产品解决方案 及供应链服务平台 韦氏佳杰 及金诺天和人力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勇士的崛起 我们出战瑞士 接下来精彩的比赛 为您送上 各位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 勇士的崛起 我们这是在瑞士 为您呈现今天的比赛 下面这是一场 中国对 法国男子73公斤级比赛 我们请本场比赛 红方来自 行天武器博军俱乐部 曾获得西安中级格子冠军 WRF70公斤级新人王 2016年 勇士的荣耀 崛起荣耀之星 有请双翔炮 胡亚飞 勇士的崛起 他在22岁上 他在1m74 72kg 800g 31军 17费 6费 他在6费 勇士的崛起 WLF 70kg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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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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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